因为我跟妈妈在打官司的程序 打给每个媒体各大电视台 但是那个名字穿起来很难听 所以某个电视台就听了他们的话 做了一个动作 我把妈妈推出家门 所以我很抱歉 我请她把证据拿出来 你是用哪一只眼睛 哪个耳朵 看到跟听到 我推妈妈 不然你这个很耸动 那一阵子我真的是在网路上 被骂爆 因为我们左右邻居看到我都 吐口水 吐口水哦 所以你很不笑就对了 当然 我也不是愿意这么做 可是他们这样子 你看他连立足的地方都不给我立足 甚至在网路上霸凌了女儿 辱妈没女儿 跟你有女儿有什么关系 她说往世家的妈妈 那因为爱于这一点 所以其实我 骂你女儿怎样 就是说你有个不要脸的妈妈 你还有脸在园育圈吗 那我觉得就是说 你既然这样子讲我女儿 我认为为母折强 我真的没有错 如果有你跟我立罪 没有关系 我绝对承认 但是从头到尾监视器 以及所有人 你去哪里别人吐你口水 我们邻居啊 邻居 看到你在你旁边吐口水 他说 这么不要脸的女人 爸爸死了 你把财产全部搬光了 他们是看新闻是不是 对 因为那一阵子新闻很爽动 就是一直做出那一个 推妈妈的那个动作 那跟你吐口水的 只有一个邻居吧 还有路人 有一阵子我搭捡运 有人说 脏东西 捡运他们也认识你 因为新闻强烈的推出 一直播 一直播 反复的播 那你压力很大 所以有一阵子我去看 心理医师 这么严重 我晚上不能睡 然后我的家人怎么会 一上拉直接变成这样 就医生说你得了什么病 医生问我说 你想不想自杀 我说不 我想拿刀砍人 他说那应该没有很严重 你说要自杀可能会比较严重 所以那一阵子 我也听从心理医师的话 我也走过了 那当然就是这个过程当中 他还我公道 不然你说 你的阿嬷是吗 我爸爸 爸爸说 买阿嬷都变来变去吗 我妈妈也是啊 譬如说我爸爸发生这件事 我爸爸名流走的时候 开始就有人一直去拉拢他 然后我爸接到他那边去住 本来是跟我爸住台北 今天去住突然间我妈妈 瞬息万变 所有的亲家朋友 父亲 父亲都没人 跟他人在那里 他把他戳掉 对 因为一般年纪比较大的人 就是觉得我一定要对父亲 我不能跟女儿住 但是我跟我 不是说我妈妈也走了 所以我也讲这些没有 就是说他们一般传统的妇女 都会认为或长辈都会认为说 我一定要跟父亲住 我不能跟父亲 因为够出的父亲 是伴出的罪 所以他一定是无论如何 他也是要对父亲 爸爸是在民国一百年过世 对 那你跟你的家人陷入了增产的内讧 是怎么会想起来的 其实也不是增产 就是爸爸突然间就 走了 脑中风 然后就送到医院 就名流一个礼拜 然后一个礼拜之后 他走了 那走了之后 那因为爸爸在名流送医院的当下 因为平常都是我 我还有外劳 还有我姐姐的一个儿子 帮忙照顾爸爸妈妈 然后爸爸迷流当中 当然亲戚都来 家里有一千万的现金 所以爸爸有告诉我 为什么会知道爸爸床上有一千万 因为爸爸跟我说 我的床单要换 我说那我帮你请外用 你为什么不要外用换 他说不行 你看床上有一千万 我一看一排 那我跟爸爸说 你这钱放这床上很脏 不应该放这 他说他因为他走路会喘 所以他不能去领 因为相信懂法律的人都在 你领超过五十万要本人 然后或是要有身份证什么去 那因为爸爸在做古董生意 所以他觉得不方便 他就放床上 当爸爸在名流当中 所有亲戚都进到爸爸家里去住 因为我住台北 所以外地的人都来 那我一直怕说 这个钱大家都住进去 以后钱掉了 大家都知道卖这两笔东西 那这钱以后是不是会变我偷的 那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爸爸有这笔钱在家里 所以如果说爸爸能够救醒的话 就当作是那个医药费 还有不然就是如果走了 不幸走了 就当妈妈跟家里的开销 这合理吧 那这时候竟然有人说 你嫁出去的女儿 你回来管这些干嘛 我说我只是要讲清楚而已 这有什么关系呢 好从此之后我也怂气了 我就没有再回去 等爸爸办法人上市的时候 我跟哥哥 我们家有我哥哥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还有我 总共五个人 姐姐在我排老三 哥哥姐姐各一个 弟弟妹妹各一个 但是姐姐在多年前不幸就去世 所以就剩哥哥我弟弟跟妹妹 我们四个人 那突然间爸爸走一个多月之后 我接到了抛弃继承 律师应该这样 就是抛弃的人他们经过法院抛弃 他必须要寄给我们 没有抛弃的人通知我们说 有人抛弃继承 那上道之间我要拨电话问说 爸爸也没欠人家钱 你们为什么要去抛弃继承 而且爸爸还有一千万不是吗 对啊 但是一千万现金 这名言人也知道 这不列为遗产范围 拿走就是他的 对不对 他们拿走了那些钱之后 然后又去抛弃 上道之间我要打电话 问我妈妈 我妈电话也拨不通 我弟弟电话也拨不通 我妹妹电话拨不通 上道之间我所有的亲戚 我变成孤儿 就是说爸爸走了 我只剩一个哥哥 那我们就感觉很奇怪 后来我就想到不对啊 爸爸的店里 爸爸是开古董店在巴德路 那那个店是我带爸爸签约的 那我为了要自我保障 所以我也设了保全 也有装了监视器 不然以后爸爸的东西掉 说因为我在他旁边 因为我老公也是律师 所以我要自保 那我爸设了这些字号 我临近一想不对啊 那我打给保全 问问看这一阵子 有没有人进去 保全竟然跟我说 每天都有人开门 那我就觉得不对啊 因为不懂是列为 爸爸的成租的地方 就列为遗产范围 对不对 那列为遗产范围 你们这些人 既然已经抛弃继承 应该连我也不得 擅自进入遗产范围吧 那后来保全公司跟我说 每天都有人进去 我就问楼下的一楼 因为我爸在八楼 他们说每天都有货车来载东西 那不得了啊 那既然有这样 那我就 上那间我就把那个 抛弃 他们的抛弃继承 我就传真过去给保全公司 但是保全公司说 你用传真不能算 你必须要用邮寄的 但是我就跟他讲 我传真这个过去 表示说 这个已经列为遗产范围 只要今后有人触动这道门 我希望你报警 会同警察 你让他拿没关系 但是要拍照 签名存证 你拿了什么东西 这合法吧 好 就是因为我做了这一道 这一道的程序 他们就去告我 侵占强制妨害自由 什么人 你们现在 没有 就是妹妹跟弟弟 然后他推着妈妈出来 这又是亲情的霸凌 你只要有妈妈在前面 你就是望恶不赦 你只要不照着妈妈的意愿 你就是不孝 但是我还有一个哥哥 妈妈怎么说 妈妈也不知道 其实妈妈那时候 有一点点失智 你在他耳边 妈妈又有众听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知道 你众听 而且又有年纪的人 你在他旁边说了什么 他会觉得说 他老公 我爸爸刚走 这个女儿怎么那么不孝 我刚才帮他去拿东西 那当然你可以进去 我是希望说 你签你拿了什么东西 合理吧 但是他们认为说 我这是不应该的 然后妈妈也告诉我 开庭的时候 她也讲了 说这些钱都是她的 不希望我分 我也开庭的时候 妈妈这样讲 对 不让你分 我是跟她讲 在开庭的过程 我是说没有关系 我唯一的要求 我抛弃继承都可以 就是那一千万拿出来 作为店里的开销 妈妈的生活支出 以及店里的经营 应该由哥哥跟弟弟 如果你们愿意做到这样 我马上签 在法庭上签 抛弃继承 他们说这不算 所以今天才会变成 弄到今天这个局势 在今儿的感情 非常好 非常好 好到什么地步 好到就是说 同时出国 每天聚在一起 现在呢 现在我变成孤儿 那你为什么后来 你连妈妈都告 我不是告 就是因为 我希望他们搬走 谁搬走东西 你必须要留下痕迹 谁拿的 因为这个都 列为遗产范围 那我做了一个动作 因为人家 我看到他们去搬东西 我只是 就是说 你必须要签名拍照 谁拿走什么 所以他们就告我说 我侵占强制妨害自由 那告我之后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那我要自保 我没有拿走这些东西 然后他们告我之后 我自保 所以我就去告他们 因为他们做了一个动作 就是抛弃继承 在爸爸走了之后 抛弃继承 那抛弃继承 我当时去法院 就是说 我就要推翻他们 这个抛弃继承 你怎么又可以 要回来 要拿东西呢 所以他们就 推着老妈出来告我 那告我我要自保 所以当法官也讲 我要告弟弟 跟姐姐的小孩 抛弃继承 还有妈妈 但是我没有选择 我告诉 我反告他们的时候 就是说 没有把妈妈的名字列进去 但是法官告诉我 相信刘律师也知道 三个抢劫 你可以告两个吗 不能选择性的 所以我必须 把妈妈的名字也提上去 那我再问你 那母亲节的时候 你有回去帮妈妈做生日吗 我不敢 不敢 我不敢 因为你看开庭的时候 在后审停在门口 等的时候 他们十几个人 就是弟弟妹妹 弟弟妹妹 还有他们的小孩 还有外劳 两位律师 然后我弟媳妇就推着我妈 譬如说我穿着这样 她在那边 那很不敢想 她在我妈旁边 那很不敢想 那个叫布兰尼 我连理都不理她 我一个人 我也没请律师 我就这样在玩手机 那很不敢想的布兰尼坐在那儿 我把她拘捕说那不敢想坐在那儿 那我就不理她 我弟兄就推着我妈拿拐杖打我 妈妈又拐杖打你 对 那在外人来看 你一定是做了母逆不到的事 妈妈 老妈妈才会拿着拐杖打你 那为什么今天会沦落到你一个人 要对抗那么多人 因为 所有的亲戚朋友 他们都会把 我这么认为 可能钱都在他们手上 那只有我跟哥哥 哥哥住花莲 那哥哥又很老实 那哥哥每次来 每次哥哥都痛苦 我跟哥哥说 这是一种亲情的霸凌 干脆你不要来 我一个人面对 因为哥哥上法庭 他的也不太会讲 所以我讲 那我一个人 那我儿子 所以他要陪我 我儿子也是律师 我说不用 我说那种细胞的好事 你儿子也是律师 我老公跟儿子也是律师 所以我就说你帮我 执笔 那开庭的时候 我自己去讲 我就照着原本的义武义死角 那你过年的时候 有回娘家吗 没娘家可回 没娘家可回 我就说从那一刹那之间 我所有的亲戚 只剩一个哥哥 因为妈妈动不动就辱骂 咒骂你 那如果想说年结 那我们干脆就不要 让妈妈那么生气 那因为这次过程当中 我们历经到差不多 104年的时候 我们就经过法院 我申请法院来估价 把所有的东西照原本的价格 然后分给 那虽然妈妈已经 法院判决 妈妈已经确认 他抛弃计划 但是我还是把原本的 比如说一半分给妈妈 然后另外的一半 我哥哥 还有妹妹 还有妈妈 再各分一半 等于妈妈分走三分之二 当你坐捷运 有人来骂你脏东西 当你在邻居家的时候 邻居吐你口水 你会害怕出门吗 我不害怕 不会哦 我认为我如果没有坐 我如果今天还关着门 表示我畏畏缩说 我自认有罪 但是我还是抬头停消 但有一次 在路边被人家吐口水上 我蹲在路边 我咳嗽不住 我蹲在路边哭 甚至走不动 走不到家 但是我也没跟家人家 为什么走不到家 蹲在路边哭 因为我泪水 把眼睛都蒙住了 我真的走不动 那王思佳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他是跟我说妈你要坚强 我们知道你对阿嬷的孝顺 跟阿公的孝顺 所以老天永远会还你公道 所以我的家人 就是我自己的家人 对我的支持 我很感谢也很感恩 尤其是我王思佳 他背负了很大的乳名 他也是被买 对不起 那我再问一个 还没有发生的事 有一天妈妈会百年吗 妈妈百年了 已经百年了 在108年的时候 这就是很悬 你们推着妈妈要来分财产 但是妈妈生病的时候 每个人又要把妈妈推回来给我 那我把三分之二 在104年的时候 把财产分给妈妈三分之二 那照着法律规定 妈妈到哪里 这些财产应该是妈妈的 那那些够妈妈 过上好几十年的生活 但是在妈妈付完财产 不到两年 他们又一直打电话来骚扰我 叫我要抚养我妈 但是在这过程当中 我有提出证明 妈妈的外劳 我总共付了八年 我的家人才知道 我妈妈的外劳 我付了八年 那在爸爸100年 去世的时候 他104年 我为了要保存财产 我那个店面一个月四万五 连水电瓦斯 连妈妈的外劳的费用 总共一个月要八万 我一个付到人家 我付了四年 那我问你 妈妈本来拿拐杖打你 那后来又回来跟你 妈妈没有回来 是他们打电话 要把妈妈送来给我 那你有没有收 我刚刚说 如果妈妈到哪里财产 我要求妈妈财产跟着到哪里 我要知道妈妈的财产范围 现在有剩多少钱 那不然等一下改天来 又说财产又被我独吞了 那后来妈妈去了哪里 妈妈因为一直跟弟弟 因为弟弟跟弟媳妇 为了要分财产 就把妈妈退出来 所以分走财产是弟弟跟弟媳妇 妈妈后来 所以你说弟妹们送回来给你 想送回来给你吗 她一直打电话告诉我说 妈妈年老了 她想子女了 那希望你来把妈妈接回去住 那我只跟她回了一句 就是说 没关系 我当初养了八年 我父了八年 然后我也照顾她八年 那希望是说 还剩下弟弟妹妹 弟弟妹妹还有哥哥 每个人都八年 那你如果说太久 那每个人四年 如果四年不行 每个人两年 你两年两年两年 等于三个等于六年后 再来找我 合理吧 他们说不要 那后来妈妈 他们就为了各种原因 又要闹我 又要想要在新闻媒体上弄我 那后来我还是不理他 那不理他 就在108年的时候 他们打给我说 妈妈要脚 因为血管堵塞 那要开刀 那开刀 没有 我先讲在107年的时候 我弟弟就猝死了 弟弟几岁猝死 50几岁就突然间猝死 这么年轻的时候 所以就是我经常讲 为了争遗产 真的是会让人家家破人亡 我弟弟他们就变成家破人亡 为什么说家破人亡 因为我弟弟走了之后 然后我妈她财产 不是跟我弟弟都在我弟弟那边 那没多久 我弟弟走没多久的时候 我弟媳妇又跟他女儿打官司 又跟他女儿打官司 因为我弟弟有保险费 保险金 那保险金 在弟弟在办伤事的时候 我虽然没有回去 但是我爸朋友都告诉我 弟弟走了之后 有保险金 弟媳妇以为 这保险金应该列为他的 但没想到 我弟弟在要 猝死的前一个月 前不久 把那个受益人改成他女儿 改成他女儿 但是他女儿未成年 那当他要去领保险金的时候 拿不到 拿不到的时候 他就跟女儿要 女儿不给 因为爸爸有交代 交代这笔钱 女儿多大 女儿16岁 16岁 他不给 妈妈就动手 打了女儿 真的假的 打女儿 这个有经过 我也有去当证人 那因为他就打女儿 女儿就跑出去报案 家暴 妈妈就跟外劳 就出去看 这小孩去报案 怎么了 就出去 那当然你去备案的时候 一定是三四个小时 对 回来的时候 门被锁着 钥匙打不开 我那个万能 全能的弟媳妇 他们门锁给换了 不让妈妈进去 那爸爸的朋友 打给我 我说那你报警 说他要回家 结果警察要求我 那个弟媳妇 开门 他说这个房子是我的 在那一刹那之间 我们才知道 那个房子 变成我弟媳妇的名字了 那我怎么变 变成我弟媳妇的名字 所以他是屋主 不让我妈妈 跟他女儿进房子 这是合理的 合法的 所以上那之间 我又拜托我爸的朋友 把妈妈带去饭店 他在台中 带去台中饭店住 结果一住 住一个月 住一个月 那你的弟媳 跟他女儿 现在感情怎么样 就是打官司 为了要打这个官司 我弟弟的女儿 魏成年 他不会讲 因为我们现在的法律 就是说 比如说魏成年 你要请律师 法服的律师 也要经过 他的法定代理人 但是没想到 他的对照 对照就是他的妈妈 他妈妈不同意 他不能请律师 所以他又来求助于我 那我一去 我只跟法官讲 我说这个小孩未成年 他的对照又是妈妈 他不能请律师 但是我唯一要证明的 就是说 这一笔钱 他妈妈去假扣押 他不给女儿 再去申请提款卡 跟领钱 因为他必须要有 法定代理人 法定代理人 去才可以去办这些 所以他不能办 妈妈用假账 制造地底欠押钱 跟对照 查扣这个女孩子的户头 因为他没有去 抛弃继承 所以女儿的户头 也列为遗产范围 他们有去抛弃 那我唯一跟法官讲的 就是说 小孩未成年 然后这笔钱 进来的钱 你可以从 你可以去查 这是那个保险金 保险金不列为遗产范围 那多少钱 快上千万 快上千万 才会闹到这样 后来法官就告诉 问我说 那小孩还要多久 我说还未成年 还未成年 我还很感恩台中有一个 法官很好 他跟我讲 他可以为了这个 延庭三个月 现在成年了吗 成年了 那他为了这个小孩 保护这个小孩 这一笔钱 他也去查了 这笔钱 真的是保险金 所以你的大哥在法联 法联 他就是很老实 很木朗 什么都不 老实人 你的弟弟五十几岁猝死 对 他是新这种子吗 应该是吧 只有一个女儿 一个女儿 一个儿子 然后还有一个儿子 就是说 因为他跟女儿 我弟媳妇跟女儿 闹得这么不愉快 然后又把妈妈的一些 弟弟后来也开一间 古董店在台中 但是有一天突然间 他就把弟媳妇 把整间古董店的东西 全部搬空了 你自己的店吗 因为是用我弟弟的名字 去承租的 但是这一些财产 是从我爸爸这边分过去的 但是他的老公走了 就是我弟弟走了 弟媳妇找人 把整间的古董店搬空 搬空 妈妈一刹那之间 又没有钱了 对不起 儿子呢 儿子是多大 儿子现在可能小五小六 更小 更小 然后他儿子也蛮可怜的 他搬走之后 然后我弟媳妇就 跟女儿也打官司 跟我妈妈也不好了 然后我弟弟的女儿 跟妈妈 那时候是住在 台中承租的房子 然后他很不幸 他又把他的儿子 送到育幼院 所以我就说家破人亡 为什么 你的弟媳把儿子 送去育幼院 对 为什么他不养 我不知道 所以这就是匪夷所思 所以台中古董界 他们原本对我也是 唾弃的 那你有去育幼院 看弟弟的儿子吗 我跑了很多趟 看不到 看不到 为什么 他就是说 监护人要求不准我看 监护人是他妈妈 对 那因为在妈妈 我在讲 妈妈在108年 他们通知我 我赶到的时候 妈妈是迷留的 但是心跳就很平稳 那我到了 我就跟妈妈 因为跟妈妈讲说 妈妈你的任务已经完成 因为医生帮他开两次刀 那妈妈 看到我到 妈妈就掉眼泪 我就跟妈妈说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 大家的心结都化解 弟弟的小孩 我跟他承诺 我会带弟弟的小孩 就是在医幼院那一个 太太看妈妈最后一眼 但是 还是干不到 妈妈百年了 妈妈就在108年的8月5号走了 那时候 一年多钱 一年多钱 那时候我赶到的时候 妈妈咽下最后一口气 所以你有看到妈妈最后一眼 我有看到妈妈最后一眼 那当妈妈要在急救的过程 因为医院也告诉我们说 妈妈年纪大了 不适合在急救 怕股肺断掉 那我妹妹在印你 那我哥哥在化脸 我打给他们 因为我不愿意再去承担 就是说 你又放弃救妈妈 所以我就希望大家都用赖的 写赖嘛 我同意放弃急救妈妈 不然以后明天新闻又出来 说我不来 你又把妈妈从病房怎么样了 所以大家都用赖 所以现在官司打到什么阶段 通通走完了 我无罪定验了 然后那个弟弟的女儿 那个也已经 你被告什么 侵占强制妨害自由 侵占 强制妨害自由 强制妨害自由 那这些我已经无罪定验 财产也分了 然后妈妈在108年走了之后 然后妈妈在办伤事的时候 又更好笑 妈妈的大体要去领出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去缴医药费 所有的亲戚朋友又跑不见了 没有人要付费 那是不是我又要去付费了 好 我帮帮妈妈走完 最后的一层 我觉得这也是我的功课 一门功课我也做完 妈妈的医药费我也付了 我今天讲这个不是要说 我有多孝顺怎么样 就是说 你们不要再乱讲话了 那妈妈医药费付完之后 是不是来一个伤葬费 伤葬费的时候 就剩我哥哥还有妹妹 竟然有人说伤葬费他不付 谁 我不方便讲谁 然后他说他不付 伤葬费总共多少钱 三十几万吧 那大家分一分 就是活着的三个人嘛 一个人才十万啊 没有啊 我相信小宗哥知道嘛 在一般的民俗我们 一般的民俗认为说 你若帮父母付了这个商商费 可能也算是功德一桩 稍微啦 那我就当着 葬仪社的人跟他讲 你再确定 这个钱你不付 分成三份嘛 那你不付 他说他不付 我说OK 你不付 你那一份由我来付 后来他可能因为 讲了之后 可能葬仪社的人 跟他讲说 这个费用你 最好还是付 后来有啦 他还是付了 那医药费多少钱 十几 十几万 啊这样没有人 要来买乎 没有关系啊 我少吃一餐 可能会瘦一点 那网友有把你讲了 多难听 没有之后 我有贴上就是说 我们无罪定宪之后 我贴上之后 曾经有一个 骂我骂的时候 不要脸的烂女人臭女人 事后他们家也发生这种问题 遗产范围 遗产的问题 他亲自到我的私讯里面 跟我讲他很对不起我 我本来要带来 因为我手机换了就不见了 他就说 当你遇到这事情 你才会知道说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为以前这么恶毒的骂你 我跟你说成对不起 那你的弟媳去了哪里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说小孩 可以把他拖到一个幼幼院 哇也可以这样啊 生母在内 如果他确实有一些困难是可以的 但我就不知道 他是用什么困难的理由来申请 让小孩带到幼幼院去 那可是他不是把先生的店 里面的东西都拿走了吗 怎么会没有钱吗 我不知道啊 那我也很清晰去说 其实我也很后悔 我当初不应该 把三分之二给妈妈 你给妈妈等于是给了这个女人 把爸爸一生所有的积蓄 都毁在他手上 那我很感恩 就是说我当初 有把三分之一给哥哥 因为哥哥毕竟是 我们林家的长子 那哥哥保有一点点 但是贵的全部都已经不在手上了 对不起 那你弟媳的那个儿子现在多大了 可能 现在小六 才小六 哇他那个心情也 那个 对啊 从小成熟这些 很可怜 所以说 我今天来这里 其实我女儿一直不希望 我再讲 我爸爸遗产的事 但是有一些事情 我还是希望在这里澄清 就是说妈妈也走了 遗产也不见了 然后这些事 以后又什么事 如果有人在网络上骂骂我的话 我一定提高 那 这个 你在最痛苦的时候 晚上睡得着吗 睡不着 睡不着 要吃安眠药 吃安眠药也睡不着 我不曾吃过安眠药的人 然后我的血压 飙到180 19 那快中风了 就快中风了 所以我跟我自己讲 我自己一定要 要坚强 不然我这个家 一定会垮了 因为一个家妈妈 如果那个的话 我儿子女儿 肯定也会垮了 哎呦 现在血压呢 血压我现在 也要吃半颗 降血压的 因为财产都分到了 蛤 没有分到 财产没有分到 为什么 没有我都没有分到 我分到给哥哥 大哥啊 全部那些老车拿去 对 我觉得哥哥应该拥有 爸爸的一辈子收藏的东西 他分到多少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如果刚刚讲有20亿 他也分了六七亿 没有 可是其中贵的张大圈的话 已经被搬走 你看去搬两卡车 那那个摄影机拍到 是谁去搬 都他们那些人 还有更神奇 他们那些人是谁 就是我的兄弟姐妹 然后更好的就是说 老天有眼 必留下痕迹 一般我们现在不是 垃圾要丢 要会有分类吗 我一进去的时候 我们要分财产的时候 进去的时候 我就要去倒垃圾 既然看到 我妹妹也去古董 我弟弟也去古董 我姐姐的儿子也寄 我姐姐的女儿也寄 从我爸爸那边寄东西出去 找快递来拿东西 要找人来搬东西的签单 都是古董 那你说从我爸爸那边寄走 会是垃圾吗 那东西都不见了 如果说我将来有钱 如果我一定要先去工程 然后我会拍照 列册 然后我不会写 要分给谁多少 在我走之后 你们大家去均分 那我身边会留一些钱 我不要去靠东靠西 这一个 会三餐被推来推去的 那你在打官司的过程里面 在经历过这个过程里面 先生是怎么看的 其实先生也要挺身而出 那我是说 谩骂一定会获延到 你的事务所 所以我先生他也没有出来 但是他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 跟我儿子 就是所有的那个纸笔啊 书状往来都是我儿子 那打完官司胜诉以后 还有人吐你口水吗 没有 那那个邻居你认识吗 他看到我现在都不好意思 头嘀嘀的嘴 我还在他面前 你现在转起来了 没有 我他说你知道 你要明白是会对错之前 还会明白之前 你不要跟人家下定义 千万不要 有时候你会自己 打自己的脸 那你跟那个邻居会碰头吗 时常啊 时常哦 电梯 电梯里面碰到 两个人 我抬头挺像他 他默默低着头 有一天他跟我讲 我说不知道你 我很慎重跟你对不起 我说那我也很慎重跟你对不起 我对你的态度也没有很好 当然 就是